好了,我们现在讲神属性讲道法第二个部分,刚才我们讲到,之前我们讲到就是讲道者的生命,然后讲到就是好像母亲吃毛衣的时候,儿女不一定是这么兴奋,感恩 但我们的神做很多美好的事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没有这样感恩,所以我们就帮助人了解神的美善 当人知道神的美善的时候,当人真的深深的相信神的美善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感激神,享受神,更感从神的方法,这个是重要性,为什么要这样? 首先我们自己真的很感激神,你感激神的话,以神为乐,整个生命就提升了,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 我每一天都感谢神,神啊,你这么美好,这么美好,这么美好,我欣赏神 当我欣赏神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更强烈的在我身上 好了,现在我用经文支持这个讲道法,到底圣经怎样说了,关于神的心情和祂的恩典怎么说呢?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因此祂已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将我们寄托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心情有份 讲到这个神的心情,神的本性 所以我们是被神的改变,然后我们与祂的心情有份 什么意思呢?神是充满慈爱、公义、怜悯的 但我们与祂的心情有份,就是说祂的心情就进入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充满怜悯,充满爱、充满关心 所以这个经文就支持说,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情 然后活出来,能够与祂有份 有些人你看到他都是发脾气 这个就与神的忍耐、爱心的心情很大的分别 你看有些人的生命,他是容易发露的 这个肯定不是神的心情的 所以这个就是被祂的罪心情控制 但我们首先从圣经明白神的心情 然后我们活出来,活出什么呢? 上面最后下面,他的慈爱、怜悯 圣洁、公义、游和、游和的 谦卑的、有智慧的 写止、放下自己、平稳、安静 常常平稳、安静 没有问题、不要怕、不需要怕 因为神会照顾一切 结局、处理好自己 不会被任何事情控制 能够管理生命有能力、有策略 神的生命也充满策略的 有些人做事是这样的 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 神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训练传达人,训练牧师 为什么呢?他们会影响很多人 但首先要有这个方法 你想训练牧师 但你能不能够训练牧师 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有这个生命 然后我们有这个策略去做什么 例如在这里 我是希望帮助你们能够操练 操练人 神要用神属性讲道法 能够去讲道、帮助人 有创意 神也是创意的 因为他能够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的 这些人没有想到的 他能够创造 神创造的很多花草、树木 都是很美丽的 每一种都不同的 如果你了解花草 你发觉很多的花都不同的 很多的飞鸟 它们的颜色其实很奇妙 很奇妙 很多不同的颜色 这是神的创意 他有这个创造的能力 好了 还有他的美德 这是他的美好的作为 这个就是他的美德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减选的族类 是有军阵的祭司 去圣洁的国度 去属神的子民 叫你们献让 那叫你们出黑暗 如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他的美德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他的美好的作为 他的恩典 我们的责任去献让 神的美好的地方 他的恩典 我们的事奉 不但是告诉人做什么 我们应该告诉人做什么 但我们最重要是 告诉人神的美好 神的美德 神的恩典 让人看到神的美德 所以我们讲福音的时候 有些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改信耶稣 你就得救 这个是人做的 人要做什么 但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创造天地的神 将虚成为人 被人藐视 被人抗拒 同时当然有很多人信耶稣 但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 但耶稣为所有的人死了 付出这个 将他的生命血了 为我们血了 代替我们受惩罚 神为我们受惩罚 你看一看这么严重 这么不可惜意 神就是这样美好 我们就感谢神了 耶稣 你为什么为我死了 他去爱我 为我血脊 为我 为每一个人都去 我去为你死的 我们就想到 神这么大的爱 然后 圣灵不停地 祝福我们 每个人 帮助我们 每个人 都是神的美德 都是宪然 宪然 神的美德 所以我们的责任 是宪然 神的美德 很多基督徒 就是宪然 基督徒应该做什么 这个没有错 但这个不是所有真理 真理最重要是宪然 神的美德 神的属性 刚刚的幻灯片 讲到神的性情 然后这里讲到 这个神的美德 祂的恩典 然后才讲 人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责任 宪然 神的恩典 恩典包括什么 恩典跟属性 有什么分别 看一看 神的本性 神的性情 是什么 是祂的本身的情况 在没有人类之前 祂已经有这个性情的 没有人 祂已经是 紫爱 怜悯的 圣洁的 游和的 祂永远是这样 这个情况 祂永远是平稳安静的 这是本性 然后恩典 是祂为人做的 所以恩典 有人 有神 有人 这个句子 讲到神的话 神的恩典 有神 有人 神 爱 我们 神 帮助 我们 神 感动 我们 神 提升 我们 明白这个分别吗 本性 就是 祂的本性 祂的性情 这个是 永远 是一样的 不会 改变的 没有人 祂也有 这个本性 然后祂的恩典 是祂为 我们做什么 所以你讲恩典的时候 都会说 神 给我们 一个奇妙的计划 神 提升我们 神 欣赏我们 神 赏赐我们 这是神 对人做的 如果你不明白 这个 你就 记得这一点 神 对我们说 对我们的帮助 祝福 这个就是恩典 那你说 为什么要讲 性情呢 为什么要讲 性情才讲恩典呢 就是我们了解 神的本质 是这么美好 我用一个例子 我用一个例子 你看到一个人 很游和的 很有礼貌的 很温和的 很有气会的 你就说 他真的很有气会 然后你就看到 他做什么好事 在人的身上 是不是 你首先讲 这个人的本性 他的性情是 就美好 然后你讲 他对人所做的 所以我们讲 想到神 神是这么美丽 荣耀 这么超乎人的 想象的 他每一样事情 都是最美好的 他是 他的本身 所以我们是 宣言神自己 然后神的美德 他的恩典 那神的恩典 都是对我们做的 救恩 他救我们 是不是 他爱我们 他接纳我们 怜悯我们 安慰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生命 感动我们去跟从神 带领我们去跟从神 陪伴我们 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 供应我们的需要 所有都有 神和我们 是不是 他赐 恩赐能力给我们 他教导我们 训练我们 赐 机会 给我们去 发挥生命 和侍奉神 他为我们 预备奇妙的计划 他赏赐我们 为我们预备 新天新地 你明白这个 恩典的 这个 什么是恩典 必定有神 然后他为 我们做什么 怎样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圣经也有 律法 律法 有警告 也是有神 有缘 但是警告 他要管教人 他要惩罚 那些不愿意 不愿意 悔改的人 他警告他们 这些都是 这些就不是恩典的 有神 也有我们 但那是律法 也是神对人 做的 警告 你明白这个分别吗 心情是他本身的心情 恩典是他对我们 做的帮助和 恩典 恩典 帮助 怜悯 然后 律法里面 律法有两个部分 律法一个部分是 他教导我们 怎样尊重神 他教导我们 这个是律法 吩咐我们去爱神 爱人 律法要做的 都是我们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要尊重神 律法也要警告 神警告我们 好的 好了 我们看看 保罗讲到耶稣是怎么样 保罗讲到耶稣 在菲律比书 一章二十节 无论是圣是死 总教 基督在我身上 叫照常显大 你看到 保罗说什么呢 他要要基督在他身上 照常显大 这是要荣耀神 荣耀耶稣 让人看到耶稣在他身上 他最重要不是告诉人做什么 首先他要基督在他身上 照常显大 基督的心情 基督的作为 在他身上 照常的显大 显大出来 然后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 学习家了 现在活着了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 就是说 是耶稣 活在我里面 彰显出来 所以你看到 圣经里面说 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荣耀神 但有些人教导 就是说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尊重神 你们要悔改 你要传福音 你要帮助人的灵命 你要建立教会 探访人 都没有提到基督 都是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这个 不是最重要的事 是重要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 是我们彰显神的荣耀 虽然他的美德 要基督在我们身上 教堂显大 活出基督 这个是最重要 然后才去教导人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帮助人 明白神是这么美好 然后人就会跟踪神 神这么怜悯我们 欣赏我们所做的 人就会喜欢神的 所以我们 不但去教导人去尊重 而去教导他们去 明白神的美善 他们会喜欢神的 然后也是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 一人去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保罗没有说律法激励我 他遵从律法 但不是律法激励我 是基督的爱 他的爱为我们死 这个爱就激励我去 爱神不再为自己活了 所以这次经文就看到 是神的爱推动我们 是我们要宣然神的美德 他的本性 圣经也说我们以神为乐 这是 这个 不要紧了 这个slide就是有些问题发生 好的 不不要紧 不要紧 不是 好的 这里说什么呢 就是说神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是我们能力的来源 神这么美好 所以我们以神为乐 我们怎样以神为乐 首先我们了解 他是这么美好的性情 他的恩典这么伟大 他将祝福我们 想到神怎样拯救我们 改变我们 带领我们 接纳我们 提升我们 训练我们 欣赏我们 赏赐我们 为我们预备奇妙的计划 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机会 也为我们预备天堂 每一样都是最美好 没有人能够预备这个美好 父母为你预备 很多东西 是不是 如果没有父母 我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父母等下照顾我们 但父母的照顾是有限量的 他只能够帮助你生命某一个部分 整个生命的帮助 唯有神能够做 他全面性的做 所以我们想到神就喜悦神 你们是不是整天都喜悦神呢 是 我希望你们都去整天以神为乐 他就喜欢你了 当你以神为乐 所以我们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属性就是本性 他的性情 为什么我不讲神恩典讲道法呢 可以叫这个神恩典讲道法 因为我派人问乱 问乱这个恩典福音 我派人问乱 以为是恩典福音 只有恩典没有律法的 这个 我是有平衡的恩典和律法 好了 当你以神为乐 神就很喜悦了 他叫你心里所求的出气给你 以神为乐 他就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叫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很多基督徒活得好像孤儿 有没有见到基督徒活得好像孤儿 哎呀 很苦啊 哎呀 没有喜乐 哎呀 这么惨啊 哎呀 我很多很多困难了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他们 这个原因是怎么样 就是很多教导都没有讲到神为他做的 其实神为他做很多 感动他信主 给他平安喜乐 他赞美主都有喜乐 但他常常看他的不好 家人的不好 看不好的东西 他没有常常看神的美好 和人的美好 所以他的里面 充满很多的负面的想法 所以没有力量 但如果我们充满神的恩典 也活在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感动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你就有力量 是不是敬拜 敬拜的时候 很有力量 是不是 敬拜赞美爱主 跟唱 但是唱是个有分别的 你但是唱 但没有带领人去爱主的话 亲近神的话 这个作用不是这么大 所以我们就赎上神的恩典 感激神各样的大恩 讲道的时候 不但去建立理性与神的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 不但去建立理性与神的关系 很多人就是讲道理性 你要悔改 你要信要说 你要明白你的教义 你信什么 你要明白 就是但是讲道教义 但是讲道神学 这些都重要的 不是不重要 是重要的 但很重要是与神的关系 与神为乐 我告诉你 我以前读书的 成学院 他们非常好 我这个平衡 恩典和律法 是从他们来的 他们讲的是平衡 律法和福音 但我后来讲这个 因为他们是 每一堂道都讲到福音 救恩赦罪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因为神很多恩典 所以我将它 扩张为神的恩典 和律法 有平衡的恩典和律法 恩典是每一方面的 救恩但是 救赎我们 赦罪 但恩典是包括 每一方面的 这个是非常好 我从我的神学院 学的 但他们有一点 非常的有问题 他们有一次 有个老师 他说 这个奇异恩典 这首歌 你们熟悉吗 奇异恩典 何等其妙 他说什么了 他说这首歌有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太感性了 他认为 与神的关系 这样是理性 我信神是怎么样 我做什么 是理性的 我说 我信你说 我没有回答他 我毕竟有理性 但圣经说很多 我们整个以神为乐 在大卫在乐会面前 跳舞 就是赎上神的恩典 感激神 人对我说 我要去 我们要去 要和我店 我就欢喜了 这种兴奋 但他们就是 但是理性的 这样基督教 变为理性 但是理性的宗教 基督教是理性的 但不但是理性的 所以我们 整个心灵 思想依据 感情也爱神 因为神对我们有感情 圣经也说 好像路 窃目 吸水 窃目神 这个有感性的 有感情的 当我们喜悦神的时候 神就喜悦 我们也提升 我们的生命 好了 我讲一讲 关于感情 其实在世界上 和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神是有感情的 我们也看到 人是有感情的 当你爱一个孩子 当你爱一个孩子 如果孩子的反应 是好像左边的 这样 这么开心 你开心吗 如果你的孩子 常常见到你都开心的 是不是很开心 但如果你的孩子 永远都好像右边的孩子 这样 没有反应的 你就会觉得 有些困难 有些问题 所以这个关系 也不会很强烈 很强烈 因为他没有回应 爱 必定是两方面的 你爱你的孩子 当然 当他小的时候 他可能有些时候 不懂得反应 但有些时候 他们的自然反应 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会很开心 就笑 这个你看到 都很开心的 但长大的时候 如果关系不好 但是有律法 教导孩子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没有做 我打你 我不喜欢你 都是这样的话 他就慢慢控制 他的感情 他的感情 不能显露出来 你不要这个控制 然后 意思是什么呢 圣的爱 是有感情的流露 是不是 你爱一个人 你见到他会开心的 是不是 圣的爱 但很多 因为这个感情 已经放闭了 所以不懂得笑 没有感情的流露 但我们看一看 圣经是不是 是不是 没有 感情的 我们看到 神是有感情的 西班牙树 他因你 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 欢呼 神也有感情 是不是 而我们也 圣经也说 对神有感情 以神为乐 在耶和华面前 击鼓 跳舞 赞美主 这个诗篇 一百五十篇 讲到怎样 敬拜神 你在圣经 叫喜乐 在旧约 圣经 四月圣经 都会 讲到很多 喜乐 从耶和来的 喜乐 是我的力量 神将喜乐 寄给我们 所以我们 圣经里面 记载 都是有感情的 因为原本身 有感情 神创造我们 有感情 我们爱神 不单是一部分 是整个人 信心 这个信 是 灵魂 原文是灵魂 中文翻译 我觉得是不好 这个 应该是 敬心 敬灵魂 但这个 好像翻译起来 好像比较奇怪 但是 整个灵魂 灵魂包括 思想 意志 感情 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 整个意志 是爱神 尊重神 整个感情 去爱神 但很多人 去教堂的 他们只是觉得 神是星期天的 在里面 完全没有 这种对神的 恐怖 欣赏 喜悦 因为他们的信仰 是一部分 只是影响 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 带着感情 喜悦 喜悦神的心 去分享 信息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你讲道的时候 充满感情 神这么美好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开心的 笑了 当你讲道的时候 也可以笑的 你讲道的时候 声音也可以兴奋的 身体的活动 都是兴奋的 不是 原理的 你也做了什么不好 这个不是神的本性 神有指责人 去指责法利赛人 但门徒 他不是这样 他 他 讲到他们 没有信心 但马上 他就说 你有信心 像一粒 一粒 这太种 就能够遗伤 马上给他们应许 耶稣没有 责备门徒 你们这么 没有用 彼得 你要否认我 你这么 没有用 耶稣没有这样说话的 是不是 耶稣说的 都是鼓励他们 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较更大的事 这么 很大的鼓励 我要将我的照会 建立在这个盘石上 这是耶稣对我们的 看重 这么多的应许给我们 所以 神是这么喜悦我们 所以我们也喜悦神 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都带着感情的 去分享神的美善 好了 在讲到时候 我也讲一讲 关于 这个 我们对神的爱 也影响我们的心灵 和身体 和声音 这一点也是 我们的表达 当你看到一个 你很爱的人 你就会声音不同的 是不是 你很感动 很开心 我很爱你 我很喜欢你 我欣赏你 你说的时候 你求婚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求婚 你会说 这是没有表情的 请你嫁给我 他就看你的表情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或者是 请你嫁给我 没有表情 他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兴奋的时候 你会不会开心 见到他 有没有开心 这个是关系的 健康的关系 这会影响我们的声音 其实我的声音 我告诉你 我学习弹琴只有11年 但我学习唱歌 时间长很多 我学习唱歌 学几年 跟不同的老师 但有些老师 不能帮助到我 但有一个老师帮助我 非常好 他讲 他第一堂就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你是要做的是什么 就告诉我这个共鸣 这个共鸣的声音很重要 你了解我说话 这是我声音小一些的时候 你也发觉这个声音在上面的 哈利路亚 哦 哈利路亚 唱歌的声 哦 哦 哦 你听这个声音 你不要唱 你又一听 哦 哦 爆 这声音在周围都响的 这个是共鸣的声音 共鸣的声音 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听到我的声音 有快 有慢 有大声 有小声 有不同的方法表达 如果你留意我讲道的时候 的声音都是不停的变化 就好像我弹琴的时候 都是这样 我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不同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 用这些方法 使用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身体去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 听你说声音不要低沉 不要规律性 有些人讲话去每一句都是规律性的 耶稣爱你 你要爱神 你要传福音 你要尊重神 你要怎么什么 都是每一句话 都是同样的 有些是大声的 每一句都是大声 整片道都是大声 整片道都是大声 作用不大 有小声 有大声 然后应该跟着内容有所改变 那你留意 有所改变 我就改一改 是不是 改变一下 这个就是能够 我说什么 就用不同的方法 说出来 刚才我说 我说什么 就用不同的方法 说出来 你听到我的声音的改变吗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 需要留意的 声音怎样跟随我们的内容改变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你听到我用这个声音的方法 要留意的 怎样表达去 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对神的羡慕 对神的欣赏 这个也表达出我们心灵中的火热 神啊你这么美好 我全心的爱你 全心的依靠你 这个声音也有改变的 全心的爱你 这个声音就很多气 什么意思 爱 就有气了 爱你 我欣赏你 这个很多气了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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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懂啊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但不许每一句都是这样 不许每一句都是 啊耶稣这么美好 感谢耶稣 扎美耶稣 不许每一句都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你可以控制的 有些时候有多一些气 哈利路亚 我欣赏神啊 哦耶稣 唱歌也是这样的 哈利路亚 不要唱 留意我等下唱 哈利路亚 耶稣 我爱你 扎美主 留意声音是不是不停的改变 这个就是需要操练的 需要操练 你就用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再听我的录音 留意我的 讲的时候 声音的改变 这个是神教导我的 是没有人教导我 但我的确发觉 很多人讲到 声音是改变的 但我发觉 大部分的改变 都是大声小声 有些人讲到 也有些有感情的 有些是 但学面性的改变 就是说 有大声 有游和的 有感情的 耶稣 你这么宝贵 耶稣 我真的很喜欢你 有感情的 这个是重要的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学过这个 话剧 是不是 话剧 我也学过的 我们学过 怎样表情 声音的表情 所以我就应用出来 我感谢神 好了 所以我们就用 不同的方法 表达这些重点字 重点字 你看到我 讲的时候 就不同了 神的恩典 有些时候 有一个字 我看中 不一定是大声的 你留意 神的恩典 这么重要 是不是用不同的方法 恩典 是有气的 神的恩典 这么重要 重要就没有气了 是不是 重要 你明白我的气的意思吗 随着声音有这个气出来 唱歌也有这样的 耶稣 这个需要很多气的 是不是 耶稣 这个没有 不是这么多气的 你听到这个分别吗 耶稣 就表达感情的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气 耶稣 我享受你 是不是更能表达这种享受啊 但有些人说是 耶稣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我欣赏你 都是一样 耶稣 我欣赏你 我感谢你 我喜欢你 我想到你就笑了 我遇见你就笑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丰富的表达 是不是 这个也是 在神的里面的 聚会 我们在神里面 各方面都发展 我感谢神啊 给我的机会 我有机会 发展什么 我就发展了 弹琴我就发展 唱歌我就发展 带领敬拜我就发展 讲道我也发展 声音我也讲 发展 每一方面 这个就是 处理我们生命 所有的东西 让它去到更高的层次 神帮助我们 但同时我们 珍惜我们的生命 就 靠着神 去到更高的层次 每一方面都处理 人际关系处理 婚姻关系处理 帮助人的时候 的态度改变 每一方面都处理的话 什么地方都处理 任何的破口 不要有任何破口 影响我们 这个就是全面性的 好了 然后动作 有些动作是 但是手的 你们要爱神 还是 但是手 动作其实是 整个身体的 哈利路亚 从早开始的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不是手开始的 手开始的 不真实的 哈利路亚 耶稣真美好啊 你站着掌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 哦 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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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整个人 赞美 带领敬拜也是这样 带领敬拜的时候 也是 身体的动作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到耶稣 哈利路亚 这个就是 整个人的表达 就好像大卫 在乐观面前 跳舞 大卫跳舞 是不是这样了 是不是这样 整个人 那不是 他的腿啊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动作包括什么 这个脚跟 跟这个腿 这个腰 这个脖 肩脖 手臂 手指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啊 哦 耶稣真好啊 颈和头 你发觉这样的 在外国很多讲 这个新闻的人 在这个电视台讲新闻的 他们头会动的 他们讲的时候会 这样动的 你留意一下 不是所有的电视台 是这样的 有些电视台 他们就是这样 不动的 有些人讲到 有些不动的 眼睛也不动 但我们 我们的眼睛 是很重要的 你的眼睛 不要看着天花板 不要看着地 看着人 而且是不但是一群人 是一个一个的看 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的每一方面 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 这就是对人说话 你是宝贵的 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的 去看每个人 这是对他说 你是重要 你是重要 不但去看 看所有人 去看 一个一个的看 哈利路亚 好了 讲到这个大纲 讲到需要大纲 说话也需要大纲 这个是我提议的大纲 我们现在就停了 我去现在再讲 现在停一停了 是 也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